太平天国系列 十三 克武昌 太平军离开长沙后 经宁乡去往易阳 我看了下地图 觉得有些奇怪 太平军在长沙向北 明明可以顺着湘江 就可以杀入洞庭湖 为什么走了很长的路路 绕了个大湾往西北先攻易阳 再从滋水进入洞庭湖 原来长沙围攻失败后 太平军高层一度动摇 打算经易阳前往常德 再从常德占据湖北京乡地区 太平军这时候还有个痛点 导致他们只能走易阳 他们没船 他们在泉州抢来的船只 全折在江中原手里了 长沙打不下来 没有水上交通工具 就没办法利用湖南的水系 快速行军 但他们运气很好 易阳有很多船 1852年12月3日 太平军主力到达易阳城外 此时的易阳还是个县 支县是李鸿章的弟弟李汉章 这哥们听到太平军进入易阳地界 早撒开腿跑长沙去了 只有五百团链在城外白马山 跟太平军溢死了一下 一触即溃 太平军金字将流攻滩水浅处 徒步过河 轻易拿下了易阳城 太平军进城后 照例烧庙宇 学公知识分子恨太平军的原因之一 官员豪宅别墅并开仓放粮 刚走完流程 牛皮选向荣带着追兵又又又来了 屯兵成外路假山 石打开见到手下败将又来送经验值 也不客气 分兵三路进攻路假山 用火炮打得向荣老头子哇哇叫 向荣败退 石打开紧追不放 斩清军总兵纪律于茶亭街桥下 向荣夺命狂奔 石打开在追 将向荣一口气从石头铺追到舱水铺才罢休 连追四十里地 一路杀清军千人 要是个别的将领 一而再再而三 被一个小自己四十岁的小伙子反复羞辱 心态早就崩了 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向荣任性很好 六十岁还在战场上这么玩命 被石打开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也没报心态 向荣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不是向荣有多差 他要是真差 吃这么多败仗 早被咸风换下来了 向荣在清军里已属于特别能打的那一类 前期镇压天地会起义 他是战绩最出色的老亮仔 实在是清军绿营战斗力太拉垮 打打毛贼还可以 遇到硬查就暴露出真实水平 而石打开和他的将士足够勇猛 两边遭遇属于将尾打击 不是向荣不努力 向荣真的已经尽力了 那绿营打仗 为什么这么拉垮 其实是满清需要他们这么拉垮 对 你没看错 是满清需要 不是太平军需要 青石绿营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是八旗兵的三倍 在八旗入关迅速腐化后 青银的高光时刻是在镇压三番之乱 和平准达尔时表现出色 但满人速来防汉第一 生怕这支汉人军队造反 等到天下太平 便故意削弱绿营的战斗力 满清故意给绿营极低的薪资 绿营士兵主要分手兵 战兵 马兵三个等级 马兵月薪二两银子 战兵月薪一点五两 守兵仅一两 守兵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地主家长工 这个月收入还包括了士兵的伙食费 军装费 马兵甚至包括了马匹的饲料费 根本只能勉强度日 如果加上军官客扣 那这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满清还有个奇葩规定 绿营日常训练的费用也得士兵承担 像火生枪的火绳 装火药的袋子 这些当兵的自己出 大家就故意不训练 以致军被废持 因为军饷太少 绿营兵有的出去做生意 有的出去打工 想尽办法多赚点钱养价 以至于绿营越来越不像一支军队 而像是一支临时警察队伍 他们只能抓抓小偷流氓 催脚钱粮 征派摇曳 平时偶尔去削一下盗匪 就是武力极限 弄不好还得干守灵 码头搬运这种杂货 满清还给绿营世袭制 老爸死了 儿子当差 那年头工作难找 有一份稳定的固定低薪 总比没有薪水好 这就是绿营长期保持 这种稳定的低下战斗力 为了防止绿营造反 满清把绿营军驻扎分得集散 少得十几人 多得上千人 而八旗则是集中驻扎 方便随时扑灭绿营反清 总之 满清在设计全国行政 军事 文化 经济框架时 一律以防范汉人为第一原则 故意使汉人的教育 科技 军事保持极低的水平 所以这样的军队 怎么可能打得过 从土克泄斗 就在不断实战的太平军 而且绿营没有为何而战的觉悟 就当分差领薪水 谁会为了一两银子的工资完命 太平军主力广西老兵 那是真姓 红秀全上帝之子下凡 冲锋时完全不要命的干长 不怪向荣 真不怪向荣 得胜回城的石打开 受到了红秀全的亲切接见 太平军在一阳开了场party 红秀全和石打开心情都不错 各写了几幅对联 石打开的一幅对联值得注意 原文是 伤心灾二百余年 可怜上国一冠沦一敌 所望着三千君子相率中原豪杰 还我山河 从这对联来看 太平军想搞死满清的大方向没问题 可惜政治手段实在太差 像烧学宫这种事情 就是逼知识分子站在自己对立面 一支军队没有知识分子做参谋 就像壮汉没有眼睛 再狠也迟早撞墙 拿下一阳城的太平军 不仅击败了追兵 还获得了心心念念的船只 一阳是滋江枢纽 本来就船多 蜻蜓源在湘江跟太平军作战 为了避免太平军抢船 把湘江上的船都赶到滋江去了 最后这些船都汇集在一阳 转了一圈 又打包全落太平军手里了 太平军连争带抢 四天时间搞到了几千艘船 以及大量船夫 这是太平军历史性的一刻 不仅有了交通工具代替双脚步行 此后太平军更以此为基础 在岳阳将名船 水手组建成了太平军水营 全胜时水师打九个军 拥有上万船只 现在兵抢马撞 还去京乡这种小地方干嘛 直接打武昌啊 于是数万太平军登船顺流而下 顺着滋江进入了洞庭湖 十三日进入岳洲地界 岳洲就是今天的岳阳 湖北巡抚常大纯亲自赶来防守 他的办法很简单 命渔民 水手在船上装满石头 沉船入湖 堵塞林子口 土星港航道 只要拖上几天 就能等打不死的向荣 在带兵来源 就堵了一天 由于平时被征税征得太狠 清军又常欺负渔民 渔民们都对蜻蜓怨恨至极 看到太平军来到林子口 渔民和水手反过来帮他们 几万人潜入湖底清理障碍物 一天就疏通了航道 部分渔民还干脆直接带着船 加入了太平军 至少这时候的太平军 还是受民众欢迎的 而蜻蜓从来是本性恶劣 民众痛恨至极 等太平军兵临城下时 由于城里就几百个士兵 官兵几乎坐鸟收散 太平军没遇到任何抵抗 兵不血刃拿下了越州城 因为越阳位于洞庭湖 是整个湖南水系交汇的地方 因此在越州停留这三天里 太平军再次搞到了几千艘船 还找到了一个叫唐正才的老水手 围点水匠 掌管所有水师 唐正才驾船熟练 本是个饭木材两米的小生意人 太平军打到越阳时 他正运货去武昌 刚巧路过 见到太平军是大 可能是出于反清或者搏一把的想法 他将船上粮食献给太平军 又联合熟悉的船户一起参军 杨秀卿很欣赏他 命他正式建立水营 捅下水师 此时水营有前后左右中武军 共计两万多人 已经是一支颇大的队伍 太平军至此在湖南 供得到三样大红利 实力比起在广西时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再也不是过去的游扣水平了 一是在湘南获得大量新兵 二是在郑州获得了第一批工程兵 三是在一阳和岳阳获得上万船只水手 建立起自己的水师 工程兵加水师 是太平军后面达武昌 安庆 池州 吴湖 九江 镇江 扬州 南京时的法宝 各城都是通过地道爆破 加水师围攻拿下来的 我另看到不少严肃学者资料 说太平军在岳阳 获得了大量吴三桂留下的火炮 甚至李秀成的口供 也说得了吴三桂武器 这应该是误传 古代冶金技术还没这么发达 南方天气潮湿 火炮长久不用 内壁会生锈 放炮也会炸糖 吴三桂真有火炮留下 也不可能投入战斗 不过这并不影响太平军的强大 12月16日 他们分水路向武昌进发时 总人数达到了10万人 可以参加战斗的有5万人 已经到沿途清军 望风而走的地步 此时已没有人 能阻挡他们拿下武昌 但现在我们不着急 讲太平军攻武昌的事 因为就在林凤翔 李开芳刚刚拿下岳州城的同时 正在湖南相应守丧的曾国藩 收到咸丰皇帝的来信 要求其加急办团练 清家庆年间就有办团练 对付白连教 道光也曾允许广东办团练 对付洋人 由于太平军无往不利 指不定哪天就打到北京 于是咸丰帝向前任取经 让地方大员搞民兵组织 给地方防御加码 咸丰也不指望曾国藩一个人 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他一共向十个省的四十三位大员 同时发布了半团练的命令 这些人要么是退休回级的前高官 要么是丁优守桑在家的前大员 咸丰普遍撒网 重点捉鱼 博一个成功率 其实这时候 他对曾国藩是不怎么指望的 名人语录专家 湘军画室人 清末军阀缔缔造者 满汉势力平衡者 湖南之光 宗氏及家书爱好者 半个圣人 前两江总督 直立总督 一等义勇侯曾国藩先生 这时候还是个讨人贤的人 曾国藩生于1811年 他比左宗棠大一岁 比李鸿章大十二岁 比张之洞大二十六岁 收到皇帝半团练的信件时 已经四十一岁了 大多数历史资料 一说起曾国藩带兵打仗前的人生 就喜欢用平庸二字来形容他 并以此为对比 强调他奋发自行 成为半个圣人的牛逼之处 他平庸个毛线 他出生于离县城130里的偏僻山村 虽然爷爷曾玉平性格豪迈刚烈 靠刻苦勤劳累积田地百余母 在当地很受尊敬 父亲还是本村第一名秀才 但他的起点上限极低 能中个举人就是祖坟喷火 曾国藩在父亲严格教导下 四岁启蒙 八岁读完五经学写八古文 他也就是考秀菜不怎么顺利 从十三岁考到二十二岁 连考七次才过关 但他第二年就中了举人 二十八岁重镜时 并进汉林院读书 起点就是市委书记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写的清朝官员是怎么搞钱的这篇文章 里面详细介绍了 进汉林院中央党校有多牛逼 还没去正式读书的曾国藩 请县委书记办事 只需要递个条子就成了 他在北京城当官也异常顺利 得牧章阿提拔 十年七千 连生十级 是北京官场的传奇人物 三十八岁时 就干到了郑二平礼部又侍郎 有点相当于 今天的文化教育部副部长 说曾国藩平庸 哥们你三十八岁 先混个郑处级 看看有多难 现实生活有几个三十八岁 混到腹部的 曾国藩不仅不平庸 他打一开始就是天才 学习能力异常强大 最多就是善于伪装 而且清末时 曾国藩和左宗棠 已经非常重视 个人IP的塑造了 曾国藩说自己平庸 是为了跟以后的牛逼做对比 左宗棠还常常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的嘴读 以博之名 这些都是他们的个人宣传手段 不要被种种假象所蒙蔽了 赏识曾国藩升职的是道光 咸丰刚上台 曾国藩就跟他起了冲突 主要是上了篇 《静晨圣德三端预防刘毕书》 当中有数落咸丰的地方 并在早朝时 当着同事的面 把奏书念了出来 气得咸丰将折子怒至余地 要问他的罪 幸好有军机大臣 祈救早和忌之昌 替他求情辩解 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另转任刑部侍郎 但咸丰内心深处 始终是不太喜欢曾国藩的 曾国藩自己对搞团恋 一点把握都没有 直到第二年1月26日 才离开家乡见当地巡抚 商量怎么弄 乡军才开始逐渐萌芽 等他慢腾腾还在思索时 太平军早已经拿下了武昌城 12月22日 林凤翔 李开芳 罗大纲 黄玉坤的前锋大军 到达繁华的商业枢纽汉阳 太平军的船只翻墙碧天 而汉阳却只有300守军 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 便拿下汉阳县城 顺便搅获了汉口港码头上 停泊的上万艘商船和名船 红秀全和杨秀卿的队伍 在几天后赶到 红秀全住在关帝庙 第一件事 是又打造了一枚石余金的惊喜 准备搞宣传用 而杨秀卿住在万寿宫 第一件事 是组织军队准备攻打武昌 两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擅长什么 都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活动 互不干涉 第一次武昌战役就此打响 武昌这地熟九省通渠 算是华中最重要的城市 被太平军占领 会直接打断长江航域 太平军拿下越州时 武昌城里仅仅3000守军 胡广总督徐广静听说太平军望武昌而来时 心情绝望 说自己丙息以待雷霆 湖北巡抚常大淳 常遇春后人 体度双浮 提前将武昌城外关爱据点的清军 全部撤回城内 加上总兵长路 王锦绣带来的湘南援军 总算凑齐了一万人左右 常大淳收到情报 知道太平军擅长用炸药炸成墙 为了便于观察敌情 16日下令让城外居民入城 要放火烧进城外的房子 居民们哀求暂缓几天 好收拾家当再进城 可常大淳被太平军吓破了胆 生怕太平军突然杀到 不敢等 19日半夜在居民入睡时 纵兵烧屋 烧死了不少无辜百姓 活着的也成了流民 百姓气愤不过 好多等太平军一到 就主动加入太平军围攻武昌 要干死常大淳替家人报仇 唐政才暗阳秀卿命令 24开始在汉阳 汉口用铁锁连接船只 建造两座浮桥 将武汉三镇连在一起 方便调动兵马展开攻坚 常大淳和双浮 就在城墙上远远看着 不敢派兵迎战 打不死的向荣 这时又带兵赶到 出于对石打开的畏惧 不但不进攻太平军 反而向后退缩到百姆岭驻扎 太平军驾浮桥公武昌图 图元未知 浮桥25日完攻 太平军将武昌九门 全部堕围了起来 武昌已成孤城 太平军优势巨大 攻武昌跟以前太平军攻桂林 长沙时情况已大不一样 那时太平军兵手 围不起来 只能逮住一面狂攻 桂林 长沙后援不断 越打越痛苦 现在打武昌兵多将广 器械弹药充足 进攻手段花样繁多 武昌城成为太平军升级后 第一个练手的目标 26日凌晨 大雾弥漫 鸡米内人畜不分 林凤翔 李开芳 朱熹坤 黄毅云 机委员带五千兵马 发起了第一轮攻城 为了震慑清军 太平军用染料图面 羽毛插头 画得跟印第安人一样 斜云梯先从小东门发起进攻 守城的100名四川绿营 表现不错 看到两名太平军登城后 马上呼叫其他清军 并迅速组织反击 枪炮乱射 同游狂颇 太平军被烫得哇哇叫 纷纷从云梯上掉落 清军又点火烧掉了40多架云梯 到天明时 太平军被迫撤退 27日开始 太平军又开始挖地道 埋炸药的战术 从武昌城东面城墙开始挖掘隧道 长大纯急命人在城墙下挖了的大深坑 再放一个大纲 让听力极佳的盲人握在里头 日夜监听挖掘动静 一旦发现地道方位 就派赶死队掉下城去骚扰 但遭到太平军痛击 骚扰失败 1853年1月2日 向荣终于鼓起勇气 率1.4万兵马连续进攻太平军红山大鹰 以牵制太平军攻势 7日凌晨 趁太平军熟睡时 和春与秦定率6000人攻红山大鹰 向荣与马龙率8000人攻打田家园 和春秦定作战勇猛 一甩清军被追着打得颓势 冲劲还未睡醒的太平军盈磊 夺取红山炮台 开炮轰击太平军 炸死了几百人 太平军乱作一团 和春一路狂攻 又拿下了双风山 焚毁盈磊十五座 已经杀进武昌城下 这是清军几年来难得一见的胜战 大功在即 但此时清军满汉将领不合的毛病 第一次爆发 总兵马龙平时跟和春相当不对付 眼见和春要立下大功 下令收队 失去后援的和春即将被太平军包夹 不敢孤军深入 只能横横撤兵 经此一仗 向荣一迎红山 占据至高点 杨秀卿也不敢轻视向荣的队伍 将汉阳守军调武昌郊外防备向荣 在双风山和文昌门一带构筑炮台 加固长虹桥治理家桥防线 高度戒备 又命将埋炸药的地点改成文昌门 修了座土城掩护土银挖掘地道 向荣建太平军戒备森严 要冲到文昌门将损失惨重 便只能在外观望 长大纯和双幅瑟瑟发抖 不敢派兵骚扰 四川兵五百人主动下城骚扰土银 长大纯还大发脾气 不给发赏银 就更没人去阻止土银工作了 长大纯这种行为 跟等死没什么区别 1月11日 已经挖了几里地的三条巨大地道 直通文昌门下 土银士兵扛着三副装满上千斤炸药的棺材 放在隧道尽头 将影线延伸到洞口竹筒内 第二天凌晨 杨秀卿下令点燃炸药 三条地道轰天巨响 文昌门给炸他二十余杖 林凤祥带兵蜂拥而入 太平军进城时 长大纯在崖斋 双服在公馆睡觉 守备清军也还在熟睡 根本来不及反应 带林凤祥杀入 武昌成一片混乱 长大纯上吊自杀 双服被乱军砍死 不正使梁兴元 暗查史瑞元 总兵王锦绣 副将春荣等一百名官员 要么自杀 要么游击后被杀 要么被斩首 太平军依着湖北官员名册 杀人 使武昌城内正属各官一百余人 一员无存 一万名守军也被全歼 杨秀清进城前 下令官兵不留 百姓不伤 太平军没有发生抢劫滥杀 此时军纪还算严明 十六天武昌攻城战 就此结束 太平军进城后 继续依着名册 将官员及亲戚全抓了出来 满门抄斩 家财没收进圣库 又把整个武昌城居民编入队伍 设排尾馆和排面馆 负责后勤保障和前方作战 城中百姓按年龄 性别编入个营 财产全部充公 红袖拳呈着三十二人台的大轿 在武昌城内巡视 想起当年秀才多不重 现在兵抢马壮 金飞西比 意识兴起 派兵将武昌的读书人都捉拿过来 自己出题做考官办科举 还清点了一次状元 过足了科举影 不识字的杨秀卿没有这种情节 他只是埋头管理军务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中心点城市 今天从这里乘飞机或高铁出发 去哪座城市都是行程最短 交通四通八达 但也很容易被围攻 武昌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省城 他们很想在这里多歇歇脚 但清军几路大军即将到达 会对武昌形成合围 必须选择下一处落脚点 至此时 洪秀全还是更想去河南 石打开还是更想去四川 你终究会去四川的 杨秀卿更想去南京 据李秀城的字述 在武昌时 大家对去向犹豫不决 一名年老的湖南水手 突然大声扬言 启禀东王 不可往河南 河南河水小而无良 敌困不能就解 经得江南 有长江天险 又有船只万千 又何必往河南 正是这段建议 使杨秀卿下定决心 往南京去 为了说服洪秀全 他还叫人出了本小册子 叫《见天金鱼精灵论》 发给太平军各网 最终大家都被说服 决定打下南京 定督精灵 说服洪秀全